牛肉燴飯已經吃到塊見底 卻挖出一塊白色的物體 仔細一看是根圖釘 甚至針頭的地方 還有些生鏽 吃進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是圖釘 就是硬硬的東西 那或是把它吐出來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它是一根圖釘 肚子餓想叫一份宵夜來吃 李先生指控都已經快吃完了 才咬到異物 吐出來發現是圖釘 讓他直呼太誇張 基本上我那次已經吃完了 我那個照片上次已經吃完 幾乎吃完的狀態下的時候 吃到最後幾口吧 然後才吃到它 所以就 其實大家想想蠻噁心的 6號清晨將近6點 李先生透過外送平台訂餐 吃到圖釘後又跟平台反映 事後除了退費 也收到100元的補償金 但當下如果沒吐出來 恐怕釀成嚴重後果 想到這裡讓他擔心重演 決定出面提醒其他人注意 我們是休息了 我們沒有做飯那樣 實際到餐廳登記的地址 業者急忙拉下鐵門 澄清自己只賣熱炒 不是他們出餐的 但到底餐廳在哪 衛生局也說將會清查 若違法將開罰6萬元以上 避免類似爭議 有的店家會在烹飪區裝設監視器自保 畢竟餐點送出過程中有什麼狀況 但民眾也不會無緣無故 邊吃邊錄影 消保官建議遇到這類情況 先保留證據和餐廳溝通不成 也能申訴 TVBS新聞網金輪出派與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在臨時有什麼狀況下載TV 在臨時有什麼狀況下載